很多人都在思考 為何美國這一個民主大國 有錢 他的銀子就搞定了 也花了這麼多錢 在阿富汗最少花了一萬億 軍事力量 強大無比 美國的軍事力量 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不能夠比較 在這個情況下 用了這二十年時間 為何都會在阿富汗失敗呢 有很多原因 人人都有不同的一套原因 阿佬要說一下 我認為美國會失敗的幾個主要原因 當然說不完 因為這些是錯綜複雜的 我只可以說是一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我覺得他出兵無名 雖然他借在2001年911事件之後 我相信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會對美國有一種同情心 看到他們在環球大廈 兩座大廈倒下 然後到夜晚 下午四五點時間 再多一座倒下 連續倒下三座大廈 亦都損失了將近三千人 三千條人命 我想得到大部分人的同情 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徽軍進入阿富汗 亦都得到北約國家 一大堆國家支持 當然包括澳洲這些軍隊 去到阿富汗 一搞 搞了二十年 今天可以說是狼狽逃走 為甚麼呢 我一開始說他出兵無名 其實他要出兵阿富汗 所用的借口 說策劃911事件的比拉丁 就是在塔利班的掩護之下 在阿富汗 而塔利班不肯交出人 所以要入侵 這是否真是一個好好的道德理由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犯人 在某個國家 不等於打個國家 攻佔個國家 這不是這回事 例如 據例 在香港黑暴之中 有一個逃犯走到澳洲 中國政府說澳洲政府交人 不肯交人 就出兵打澳洲 行不行 當然不行 所以這個出兵阿富汗要逼當時執政的塔利班 交出比拉丁 根本已經是一個沒有道德標準的東西 當然他出兵 其中一項 加上一大堆 他想所做的事 包括解放阿富汗的人民 但他不需要在回教國家 回教政黨的統治之下 當然 塔利班1.0對於回教的解釋 解釋非常嚴謹 那些婦女們沒有什麼自由的事實 但是 到了阿富汗 美國想直入 他經常推銷的美式民主 和阿富汗的民情 格格不入 阿富汗這個國家 在過去歷史之中 不停被其他國家侵佔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的地理環境 在歐亞大陸的中間深 自然可以說 兵家必爭之地 因此它不停被外國的力量侵佔 但是他們的阿富汗人民 亦極力抵擋 歷來都是如此 因此在現世 現代的世界中 可以說它是一個大國的墳場 蘇聯倒 現在連美國也倒閉 在阿富汗得不到任何甜頭 它自己本身也是因為地形問題 很多村莊部落形式 沒有辦法有一個大國家統治 要統治是不行的 所以要用這個精力很大 也要真心停在阿富汗的長時間 才有可能建立好一個 比較長時期的政權 而人民的知識水平 在上一個世紀 已經慢慢下跌了 所以好像再早幾個世紀強大的時候 文化程度那麼高 加上它是部落形式 你堅持一個民主進去 絕對行不通 而剛剛逃走的快樂政府 雖然在美國受教育 拿了美國整套東西過來 也被美國的大兵 抓著手教你 但是大家看看 當美國說要撤兵 到兵臨城下的時候 第一 沒有自覺理念 沒有自覺方略 第二 也不願犧牲 自己要走 第三 就是 它根本可以說 是 掛著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真真正正 為人民設想 所以 沒辦法 它一走之後 自然軍心散萬 另外 在美國設軍之後 阿富汗那些軍隊 也都沒有出糧很久 沒辦法 不軍心散萬 一個不適合的政體 加一個 政府本身 不是為人民服務 而是在外力 一個外來的勢力 移植立入去阿富汗那裡 要得到民心 要做很多工作 但是我們見到 美國是一個軍事介入 不是一個政治介入 根本 亦都沒有為阿富汗 做過任何民生建設 花錢就多了 一萬億以上的消費 在那裡 但是對那個國家來說 只有破壞就沒有建設 自然得不到民心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塔利班再來的時候 自然就勢如破竹 這是他必然失敗的其中一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 就是他們自己的 所謂的訓練 阿富汗那些軍人 那些阿富汗軍人 我前段時間給大家看過一個 片給大家看 連他做體操都不齊 不知道是笑話還是真的 但是 我相信 我相信 美軍的訓練 和阿富汗可以做到的訓練 相對很大的距離 剛剛我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一個 是負責訓練軍隊的 美國退休軍官 講述其中一個大問題 就是這些退休軍官 這些軍官 入到阿富汗好 伊拉好 負責訓練他們 當地的民兵好 警察好 這些訓練人員 只是出席一年左右 一年之後就會回國 做了其他事 有一個輪替的機制 這個輪替機制 換句話說 教官和學員之間 沒有辦法 建立一個長期的信任 而當教官離開時 重新離開 教官 也沒有辦法 對已經學員的了解 也不夠由頭來過 因此 你搞二十年 可以說二十個不同的軍隊去做 沒有一個統一性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而在軍方策劃方面 亦都不見得他們 是有一個長期的計劃 我想 他的編制 以一個時間為限定 所以那個計劃 沒有一個長遠的計劃 另外就是 他的主要目的 也都不是 真的要幫這個國家建設 其實我覺得 五角大樓 只是跟軍備商合作 只是借美國政府 來把錢輸送給軍備商 如果一個這樣的角色 自然對當地沒有建設 引致當地人民絕對不擁大 沒有民心支持之下 錯誤的 對阿富汗的民情的了解 一個不適合的政制強硬移植下去 而通過一個強勢的方法 用軍隊的方法移植下去 自然就是失敗 這個不可能不失敗 所以 今次的撤軍搞得那麼失敗 只是整個事件之中 這二十年來的失敗 最後那一筆 都搞得那麼難 不是等於 只是因為 拜登沒有能力 所以做得那麼差 根本已經 在二十年前 入侵阿富汗時 已經注定了 今次會失敗 而拖了這麼多年之後 美軍已經無心戀戰 自己無心戀戰 培養出來的人更加不會效忠 政制不適合民情 一度以來 有破壞 無建設 不得民心 有沒有辦法不輸 你可以想想 有什麼辦法不輸 所以今次的教訓很清楚 但我很相信美國 是學不到這個教訓 因為這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南北韓一次 越南一次 伊拉克又一次 利比亞一次 現在阿富汗又一次 太多這樣的次數 他們因為主要目的 不是真的領導人 對國家有什麼 的厚望 有什麼的寄望 而是 那些軍工企業 希望通過這些手段 去賺錢 賺這些人的血錢 人血饅頭 這個 不可能成功 所以 我覺得 其實二十年前 已經知道 美國入侵阿富汗 注定失敗 只是 驚訝 就是 今次可以撤軍 失敗到這樣的前地 這個 預計之內 不過 也都預計之內 不猜到 它會差成這樣 嗎 完成